親愛的 今天要來Coco美食開箱啦 今天我們要開箱好事多的兩種料理 其實原本主要是想要買這個啦 聽說最近社團很流行這個對不對 其實這已經出一陣子了 然後大家風評都還不錯 那我就想說 其實可以買一下 因為我們家今天停水 所以就想說 買個東西回來煮 就不自己煮菜了 比較方便啦 對啦 比較方便啦 那這個多少錢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它叫做什麼啊 這一個是牛肉泡菜豆腐包 一個是269塊 那另外一個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它價位一樣 也是看起來很澎湃 順便等一下吃完跟大家講 哪一個比較值得買 這一個是日式豚骨叉燒拉麵 它兩個看起來的組合都是一樣的 下面是湯底 中間是主食 上面是料 我們先把我們這一次 比較想吃的這個泡菜豆腐 打開來看一下 很緊耶 我很怕它等一下一打開 然後泡菜汁噴到我的衣服上 打開了打開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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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這樣子喔 喔它原來是這樣子設計的 最上面這一層是肉啦 然後底下有什麼啊 欸我現在有一個問題耶 你有什麼問題 那我是不是要讓它就是稍微泡一下 我也不知道耶 不然你就泡一下啊 好我讓它先去洗澡一下 請招呼 呃我後來看到這邊真的有寫 蛤蜊虛吐沙 所以真的要 然後湯底啊加入200毫升的水 或雞湯煮滾 再加入配料煮熟後就可以食用了 所以大概還要再加200克的水進去 我現在在想我怎麼把它分開啊 對啊這個設計真的也蠻特別的耶 喔喔喔喔喔喔很爛 它蠻緊的啦 所以拿的時候蠻放心的 蠻放心我是超難拿的耶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拿來拿去的時候 比較不容易打散喔 啊啊啊啊啊你看你看你看 可以一打開那個泡菜的味道非常的壯 它是這樣子啦 好我們先把它打開 好開了它裡面的料呢 這一盆裡面有少許的牛肉跟兩片葉子 那這邊還有一些洋蔥啊 然後這感覺是年糕 那還有蒜片 豆腐 金針菇 還有兩個大香菇 沒錯我覺得這樣子一份啊 一個人吃會飽 兩個人吃不會飽 因為這樣269感覺好像是外帶12鍋 還比較划算一點 好像是耶 對啊 可是沒關係 我們自己在家組可以讓它update update 我們等一下就丟我們家裡冰箱的料進去 好那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有什麼好不好 好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我覺得看起來好像真的比較澎湃欸 感覺這邊就看得到木耳啊玉米啊 一樣很難開 你好緊喔 而且我手油油的 沒有我覺得它這個設計最主要是讓那個湯子啦 不要有機會溢出來啦 打開 好我來幫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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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這個好像有點像蕎麥麵那種感覺對不對 不是就拉麵 然後這是湯底 湯底裡面的感覺還有一塊那個感覺是什麼 不曉得耶 這塊是什麼好特別 我看起來很lony 對啊 飾在那邊感覺是有點寂寞 它一樣是大概也是要加200毫升的水啦 然後這邊有一點那種紫菜 玉米跟這個蔥花 還有叉燒肉 下面還有蛋 喔還有蛋 對有大概是兩顆 兩顆蛋 第一眼看上去覺得拉麵好像比較划算一點 嗯我覺得也是 因為感覺200多塊到外面吃一碗拉麵 料也好像不一定有這麼多對不對 它的料還蠻多的 重點是它們肉量差不多 可是它還有其他的蛋啊其他有的沒有的 最主要是它還有主食啦 所以看起來它這樣子就一定會飽 可是這樣感覺自己還有在家裡再加一點東西 沒錯 那我們現在來煮下去吧 小朋友肚子也餓了 麵啊要用滾的水啊煮一陣子 然後湯要另外加熱 然後把料放在麵的上面 再把湯倒回來對不對 對而且它這個麵啊 它還有寫建議你 就是煮完之後要過冷水 喔就讓它比較Q啦 對應該是這樣子 哇所以它步驟是比較多的 然後我們有買一些青菜要加上去 它是說寫說麵要煮一分半對不對 它寫煮一分二十秒 嗯 可是我煮完之後我覺得它跟原本長的一樣 我在想它有可能本來就是熟的啦 喔喔喔 阿妳剛剛有偷吃嗎 欸對阿妳怎麼知道 妳有沒有看到 妳有看到一分半它有好嗎妳覺得 有好,所以它應該就是熟的 所以它只是讓你稍微熱一下 喔~~好,接著下一個步驟 我們要來冰鎮了 現在時間已經是7點43 小朋友肚子餓了 所以我們先煮這個茶燒 欸,它茶燒好像蠻多的耶 它這有很多耶 它裡面大概有六七塊油喔 對,它其實啊 如果一般我們外面吃這種 茶燒的這種拉麵 很多就三片 三片就很多了 那其實它這個,哇 我忽然覺得它很划算耶 269 欸,我覺得 你可以去拉麵店上班耶 你看我擺多美 快要餓死了 快要餓死了對不對 才先拍手圖 快點 好 我今天跟你講 你就去Costco買這個回來 去開拉麵店 我覺得我弄得很好耶 而且269啊 我們這個你看喔 這個是第一碗 我們做的第一碗 接著我們第二碗還沒放上去 做個兩碗沒什麼大問題 真的,好,來 先加湯 我放了一片肉 那剛剛裡面的海帶啊 玉米跟蔥 全部裡面都有啊 還有一點點麵跟湯 我第一個感覺 這269我真的可以買 這個算便宜 我覺得 它的肉真的給的很多 而且你女兒剛才說 外面的都只有兩片肉 她剛才那個碗有四片肉 很開心 對,目前來講覺得 這個拉麵CP還OK 它拉麵 它麵是細的 是細的 我喜歡細的 吃拉麵一定要有這個 我覺得我們的湯頭 好像有弄得稍微淡了一點 外面的拉麵一般湯頭都是濃一點 可是它其實加200cc的水啊 所以差不多啊 差不多 因為它原本湯頭就沒有很濃 好,這湯好像泡麵喔 很像泡麵嗎 就很像 你去日本買那個豚骨拉麵的泡麵的味道 一模一樣啊 一模一樣喔 可是這味道小朋友一定會喜歡 吃一下這個叉燒 可以齁 我覺得可以 你吃吃看 我覺得它的叉燒啊 甚至比一般拉麵店的肉更不實 有些拉麵店那個叉燒 吃起來是彩彩的 乾乾的 可是它這個吃起來是有點QQ的 還帶有一點那種肉的嚼勁的感覺 它的肉我覺得它切得還OK 然後它比較肥的地方那個油也都還在 因為叉燒本來就是沒有人在吃很瘦的啦 對啊 所以它吃起來的口感是很OK的 這個269大推 我覺得可以買 嗯 下次我可能 有想要吃拉麵的時候還會買一下 好了 最後 我們要來加肉了 我覺得這兩個鍋都有一個特性 看起來不多 怎麼煮下去感覺都變成一大鍋啊 可是總覺得少了點什麼 我覺得因為它感覺好像沒有那麼濃啦 泡菜好像沒有那麼多的感覺 等一下吃了就知道 吃了就知道 搞不好煮完之後又不一樣 那這個肉片的份量給大家看一下 一個人大概 其實也可以吃到六七塊 六七塊啦 就是一塊的大小大概多大啊 一塊大概是 這樣 這樣 不只喔 如果你這個大小看起來大概有十塊左右 十來塊 所以這個肉量大概 真的也算是兩人份的 只是我們剛才一拿出來的時候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多 還是因為我們太想吃肉了 有可能喔 好 那我要把它放進去囉 我覺得我們剛才好像有點錯怪這個韓式豆腐鍋是不是 對 韓式豆腐鍋 欸 它煮起來也是兩個大碗耶 就是兩個人這樣吃我是覺得會飽 也是會飽 可是我覺得它就是沒有青菜 它只有兩片 喔 就比較少啦 可能青菜比較不好保存 所以我們有自己加了一份 那其實我覺得料可能大同小異 我們先一起吃個肉好不好 看肉好不好吃 好 我找年糕耶 好 不管你吃 啊 年糕很可愛耶 它年糕很像雪人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年糕的樣子 有沒有 像個雪人 雪人好吃嗎 好吃耶 它年糕Q對不對 感覺就很Q 好吃喔 嗯 還不錯 它年糕沒有附很多啦 不過整個來講韓式豆腐煲啊 比起剛才那個拉麵 它的澱粉比較少 嗯 對 所以不喜歡吃澱粉的 其實吃這個好像比較適合一點 我想要吃吃看它辣不辣 好 我們吃一下 我聞這個味道感覺它是沒有很辣 我覺得還好 辣度是我可以接受的 可是應該也是吃完整晚會流鼻涕的那一種 嗯 沒有很辣 它泡菜味道其實不會很重 好 吃起來還脆脆的 啊我剛才啊其實有吃它的肉 我覺得它的肉啊就是 Costco的肉 你一樣就是覺得好吃有嚼勁的那一種 不會不新鮮 我剛吃的時候我覺得它是那個耶 五花就是有肥有瘦的地方 嗯 可是它給的還算多啦 對 我們原本有另外在買肉 可是剛才再加下去的時候發現 其實這樣的肉也許滿夠吃的 我覺得這種肉 感覺在這裡面可能要再軟一點會比較好吃 我要吃一塊它的豆腐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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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豆腐不是中華豆腐 是那種比較接近板豆腐的那一種 它豆腐是很實的那一種 哦 豆味很重 其實我覺得拉麵跟這個泡菜鍋 我覺得都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很難比耶 而且我們剛才吃拉麵覺得好像拉麵CP值比較高 可是你這樣看我們煮成兩碗 其實就是有一種那種一格了130塊 在家吃韓式豆腐寶的那種感覺 很划算 可是其實你在外面吃譬如說三媽湊湊鍋那一種 對 也應該泡菜鍋也是差不多這個錢 差不多這個錢 可是它的肉絕對是比三媽多 豆腐寶是新的對不對 出一陣子了 不是新的 拉麵好像也出一陣子 也不是新的 都是舊的 都是出一陣子 難怪這兩個可以那麼長青 尤其現在在疫情當頭 有時候你在家就不想要叫外送 又想要自己煮的那種感覺 這樣子一定可能又比叫外送稍微好一點 有自己煮的一個FU啦 你想要加什麼就加什麼 你要看它可以放幾天吧 放三天的樣子 三天喔 那就是有去Costco的時候就可以買一下 這樣就可以不用出門 對 那記得青菜要買 好啦 今天的影片已經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 分享 按讚喔 我們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下五點 都會發布影片喔 最正好是 追蹤我們的IG 加入我們的社團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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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